基础经济学 身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是一门有自己独特语言和思考方式的研究领域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理解这个观点很重要 我懂了 您能更多地解释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世界吗? 经济学家试图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经济 就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研究各自的领域一样 他们发展理论 收集数据并分析数据以验证或反驳他们的假设 那很有意思 这与其他社会科学有何不同? 嗯 虽然其他社会科学可能更依赖定性分析 经济学家专注于定量数据和使用模型来理解经济现象 我懂了 您能给我一个例子 说明经济学家如何以与其他领域的人不同的方式处理问题吗? 当然 假设我们正在研究失业问题 社会学家可能会关注促成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而经济学家可能会使用工需 弹性和比较优势等工具来分析问题 有道理 所以 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 更注重底层的经济原理与机制 确实 经济学家试图以冷静 科学的心态来解决问题 使用模型和数据来了解经济如何运作 这可以提供独特且有价值的视角 我明白这将是一种有用的思考方式 听起来真正培养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需要一些时间 是的 确实如此 但透过实践和接触经济概念 你可以开始透过经济学家的视角看世界 这是一项需要时间培养的技能 但它可以是理解经济复杂性的有效方式 科学方法 观察 理论与更多观察 您是否想知道经济学家如何发展他们的理论 并对其进行检验 不 我还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一点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嗯 这很像其他领域使用的科学方法 他从一次观察开始 就像牛顿看到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 我懂了 那么观察结果会产生理论吗 确实 牛顿对苹果的观察 促使他发展了一种适用于宇宙中所有物体的引力理论 这很有趣 这个过程在经济学中是如何运作的 在经济学中 经济学家可能会观察到价格的快速上涨 并受到启发发展通货膨胀理论 他们可能认为高通膨是政府应太多钱造成的 有趣 他们如何检验这个理论 为了检验理论 经济学家会收集和分析来自不同国家的价格和货币数据 如果数据显示货币成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 他会支持这个理论 我懂了 但你提到经济学家在进行实验时面临挑战 这是什么意思 与可以用实验室中物件的物理学家不同 经济学家可不能为了产生数据而操纵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他们必须依靠历史提供的自然实验 例如战争对石油价格的影响 我们的第一个模型 循环流程图 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但我们可以使用称为循环流程的模型来简化对它的理解 OK 我有兴趣了解更多 这个模型如何运作 循环流程图显示了家庭和企业如何在经济中相互作用 家庭拥有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 并将这些要素出售给公司 企业如何利用这些生产要素 企业利用生产要素来创造商品和服务 然后他们将其迈回给各户家庭 我明白了 这是家庭和企业之间商品、服务和资金的循环流动 确实 内循环代表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而外环代表金钱的流动 以工资、租金和利润的形式 这真的很有趣 您能给我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循环流在食物上是如何运作的吗? 当然 假设你钱包里有一美元 你拿着那美元去咖啡店 像是星巴克 买一杯咖啡 这些美元成为公司的收入 然后用它来支付租金或薪水 啊,我明白了 所以金钱不断在经济中流通 从家庭到企业 然后再返回 确实 这个循环流程图对了解经济内部的基本组织和互动 是一个简单而强大的模型 我们的第二个模型 生产可能性边界 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个模型 经济学家用它来说明经济体在生产不同商品时所面临的权衡 OK,那么它显示了什么? 嗯,假设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两种商品 汽车和电脑 生产可能性边界显示了经济体在其现有资源和技术的情况下 可以生产汽车和计算机的最大组合 我懂了 您能举个例子吗? 当然 如果所有经济资源都用于生产汽车 它可以制造1000辆汽车 但不制造电脑 如果所有资源都用来制造计算机 它可以生产3000台电脑 但不生产汽车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如果经济体试图同时生产这两者呢? 好问题 例如 生产可能性边界显示该经济体可以生产700辆汽车和2000台电脑 但它无法超越边界进行生产 鉴于资源稀缺 这是不可能的 我懂了 那么边界代表了资源最有效的利用 确实 边界上的任何点都被认为是有效的 这意味着经济体无法生产更多一种商品而不生产更少另一种商品 边界内的点效率低 个体经济学是研究个人家庭和企业如何决策 以及他们如何在特定市场中互动的学科 例如 很好的问题 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紧密相连 整体经济的变化源自于数百万人的决定 因此 如果不考虑相关的个体经济决策 就不可能了解总体经济发展 这很有意义 你能给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如何连结的吗 当然 假设总体经济学家正在研究联邦所得税削减对商品和服务整体生产的影响 为了分析这一点 他们需要考虑减税如何影响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上花费多少钱的决定 我明白了 个体经济决策最终会影响总体经济结果 这真是奇妙 确实 尽管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是不同的领域 但他们具有内在的连结 理解两者对于全面理解经济学至关重要